是好 啊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关于网游白河测评服务的报告 然后呢这个稍等一下我现在就给你改第一页 嗯白河测评服务因为你参加是创新创业大赛 所以说呢你要白河测评 嗯这个服务 他好像还不是一个系统 所以说你要大胆一点你就给他是一个系统对不对 白河测评方法或者模型及系统 对不对 这个测评系统就可以了 因为模型可能扯的有点远了 就是说是白河模型 白河系统就行了 里面会介绍模型 好是不是 你就要出售给大家的 或者说你要运营的是这样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可以是个服务系统吗 就是服务化的 好 这是我们的项目背景分析 主要是关于GPT 人工智能的评价和测试 以及GPT在网游领域的输出 输出个性化推荐 还有我们这边的评价测试方法 缺乏评价标准 因此我们才去做了这样一个测评系统 你停在第二页 停在第二页 那么这个 这个部分你稍微再讲一下 就是这个背景是为了讲什么 首先我们先跟随了时事热点 就追随GPT之类的大模型的脚步 但是目前这些大模型仍然缺乏可验证的 可信度分析的测评标准 因此我们今天要做一个 关于它们的可信度测评补体系 错 这个就算错了 是这样的 我们你要知道白核和黑核的区别 在测试技术底边 白核测试呢 我们就是说是基本上 我们就说是要测什么 我们是清楚的 那么呢测什么 我们一直测什么要清楚 再就是我们就是说是对这个测试的完整性 覆盖 全面覆盖等等 我们是清楚的 而黑核呢 就是说是我们是盲核 就盲人摸像 打个比例就盲人摸像 那么呢最后我们得出来的像是一只耳朵 是一个扇子 是一个一堵墙 它都不对 我们可能摸了很多次 这个像是一堵墙 得来的可能像还不一定是一堵墙 也可能摸了很多次是一个扇子 还不一定是个扇子 那么好 那么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产业背景 但是我们应该说 这个背景是一个问题 问题背景 好 我看到你下面是个行业痛点 你就讲吧 问题背景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提供的这个东西呢 是解决一个问题的 对吧 那个叫产业背景 这个呢是 行业痛点可以你讲 行业痛点就是刚刚老师讲的 关于黑箱特性 它难以去提供可靠的解释性和依据 这是评价和应用边的困难 因此我们需要白核的一个系统 第二个就是跨领域的适应性问题 GPT模型通常在特定领域下进行训练 但不同的领域可能存在适应性问题 移植性差 第三就是安全和隐私的问题 在对GPT进行评价的时候 需要考虑安全和隐私防止 模型被工具或泄露重要的信息 因此我们才去解决 AGI AIGC GPT背景下的网友白核测评系统 才去做这样一个项目 好稍微停一下 我看第四页就跟这个 这个地方就是 其实这一块呢 我觉得你可能会花三分之一的时间 所以说这两页PPT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创意赛 创意赛 你就是说是你这个东西讲的 比较深入 比较专业 我觉得就比较好了 那么可能是在这一块 其实扩展一下 占掉三分之一时间 你别的地方 你就会大大缓解你的压力 那么这块呢 其实就是说是我们来讲的话 就是说是对于GPT的 那么第一点 现在没有跟网友关联起来 这个行业 还没有说是我们期望的行业 是指的已经计划到网友了 那么没有关联起来 那么进一步的就是说是 这个可解释性问题 我们和这个跨离性适应性问题 这些呢 属于太通用的问题 和测评都没有关联起来 因为我们是个测评 测评才是我们的大领域背景 就是说是测评的大领域背景 那么对于测评的背景 也就是第二页会修改 我们直接杀入测评这个领域去 然后呢会提到这个微软的 那个测评报告 就是测评 不要是大背景 那个背景也就是大到无穷 是人工智能的背景 不是人工智能背景 是人工智能测评的背景 然后人工智能测评的通点 然后人工智能测评的通点 然后呢再放到这个 我们网游为什么要进行测评 这个其实我之前告诉过你 网游为什么要进行测评 那么可以放进去 然后网游测评的时候 会发现它有哪些特点 然后呢就在大模型背景下 那么这个事情呢 我们就是说是 它背景有好几种背景 那么就第一是 网游本身它可能就是说是 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大模型它接入了 这个机器人 机器人就变得很厉害了 那么呢就是说是 它可能会接入这个网游 接入网游之后的 这个网游的测评 将变得具有大模型的内在特质 和大模型可能存在的地端 它都会过来 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是 我们其实那个报道 其实我觉得海农卫视的报道 你可能可以直接拿来用吗 因为上面有一些就是说是 例如解释它的 这个大模型 它可能是数据自回归 它带来的这个偏见 数据可能存在偏见 它会变成偏见 这个事情你可以甚至 因为你要放到这个 3G的时间的话 这个部分可能需要 15页的话 你要放5页 5页的话你都需要讲 稍微细一点点的 就一句两句也就稍微细一点 就是这个偏见呢 例如这个 我们就说是利用微软的 那个150加8页的那个报告 当时美博是可以给 那个小吴同学 那么就是说是 它具体提到的 就例如这个性别歧视 那个 例如这个我们就说是 这个 性别歧视 我可能这个话题不太好讲 但是我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是例如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外科大夫 或主任大夫 他的这个男性比较现状 就是采集的数据 无论如何现状 可能是这个男性比较多 远远高 多于女性 那么我们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 就是说是在女性的能力里边 就是说是 或者说我们得到这个护士里边 女性远远多于男士 假如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能说这个 这个假如我没有评测出这个 护士可能需要技能少 医生需要技能多 那么就说女性可能技能就少 或者说这个女性 这个知识学习能力就差 这些都是不能得到的 不能不应该得到的 可是它数据上别 就有这样这些偏见 那么对这些事情的话 我们就说是这偏见问题 那么是数据的偏见问题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认识到它的偏见 我们就使用我们的知识 和我们的常识 和我们的教育 我们知道这些是偏见 而这些呢 是来自于我们知识和常识 和一些信息告诉我们 而且我们会知道 这价值观上 我们觉得这是不正确的 这个30%的结论 我们会觉得不正确的 那么这些东西呢 我们没法去处理的 还有呢 就是说是 我只是指一部分嘛 那么就是说数据偏见问题 还有呢 就是说是伦理 道德啊 还有呢 就是说是我们这个 我们就是说是这个 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 我们其实就是说 数据自回归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说是 对于这个 我们就是说是 它的信息处理能力 究竟有多少 知识 推理能力有多少 和跨越数据信息知识 智慧 价值观等等的 这个处理能力 因为我们还防止的 就是说 例如我们说这个文化侵略 它等等一些东西 就是说它会涉及到一些 这个 我们就说是 难以把握的一些东西 那么就 这些东西呢 看起来就对它评色 往往是这个主观 主观的 那么就是说是 我们 如果是黑核的话 我们在这里边 会面对几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 我讲了很多遍 就第一个挑战 就是说是我们 对一个 如果我们是一个国家 要做这个 大模型的话 要引导这个产业的话 我们都对企业 做大模型企业 都是黑核测试 我们就无法去确切的评价 某个家企业 是否具有相应的能力 因为我们本身是黑核 我们本身不能保证 我们测试的完整性和 这个就是说是全面覆盖 和这个能力的维度等等 能力级别等等 我们都本身测试 这个设计的就不一定能够保证这个 那么就是说我们不知道 这些企业的之间差异 那么企业的能力 那么就我们资金导向 我们市场驱动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资金应该投到哪里去 才能够保证 这个让最好的企业能够得到 或者说最有能力企业 能够得到这个发展机会 在这市场上 第二点呢 就是说是 那么我们无法去 即使我们就是找到一个企业 然后呢 这个企业它自身的 它要发展的话 它要认清它的技术发展方向 它的目标 它自身的能力也要需要一个评测 那么这个评测也缺乏 那么接着呢 就是说是我们 在监管和治理上 我们监管和治理上 我们例如对于偏见 对于我们 对于这个论理道德 对于这个 我们就是说价值观 等等 我们就是说是要 让整个洪洋社会正气等等 我们就是说是 这个里面我们就是说是 如果我们对它的能力 没有一个评价 如果对它的这些 甚至这个 这个能力评价 包括它的偏见程度评价 包括它的伦理 到它的这个风险评价 如果我们不能做到白河的话 那么这些监管就无从谈起 我都不知道它会 蹦出一句什么东西 那么这些事情是重点 这个事情作为重点 我觉得重要性可能是超过了 应该说是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篇幅 在这个地方做一些总结 就ok 然后你接着往下走 这个地方就可以快了 那么这个地方有问题 这个地方不要再用国产 DHWP 核心技术 这个呢 这个是旧版 旧版我们就换成这个 我们就说是 DHW AGI这个什么时候 全球实验室 它的这个能力 好吧 就是说我们那几个博文上的 否则是文部对题 然后 好 然后这个部分 我觉得你可能都不需要 不要往上放 这个部分 完全无关 而且是我们的技术秘密 还是属于技术秘密部分 就是说这个部分不要放 它 你解释不了 明白意思吧 就是说是 确定不了 这一部分 如果你们要 谁要用的话 我建议你千万不要这么用 你这个谁都看不清 最烦的评委 最烦就是看不清 看不懂 还那个什么的 这个呢本来算是就是一个一个的小图 完整的图 我发给大家 就是说可以拿出来 那么这 例如这个左上角 这一个图 就代表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的能力嘛 然后呢 第二个图呢 实际上就是说是对这个DHWP 你既然是白河 白河你自身的定义 是否清晰 那么我们这一个原模型 这就是说是告诉他 我们这个本身是一个语义体系 我们有形化语义 支撑 那么呢 也有该工程化的这个对应 然后呢 这块呢 就是说不要 一个本科生队 你不要放的这个东西 问过去 谁也看不懂 然后 那个什么 好吧 你这个 这个 我建议就是说是 你如果能懂的地方 你放一个 两个 就是说是只是我建议 这就是那个左上角的那个图一图二 可能可以加进去 其他的几乎都没办法 原厂 知道吧 那这简直就是 嗯 害人的东西 不最后一个最右下角的那个 可能可以留下 那么是一个医生的那个什么 就是这个什么 这个是我其实放在YouTube上是有视频的 那么大家 嗯 就说我们 在YouTube YouTube上有视频的话 我们可以放 去看一看 这个东西 这些东西是可以的 去读懂了之后 嗯 包括升级版都是有讲的 好 你讲第六页 那么其实刚才讲的地方就是说网游的测评 我给你讲过网游测评有几个方面你要对接 就是说你还没有落实到网游测评 网络游戏它会造成的一些危害 危害 一是我讲过一是 那天没让你录音吧 可能就是忘掉 就是危害有哪些危害呢 网络游戏沉溺于其中 是不是 然后呢 接入大模型的网络游戏 你要面对下一代产品啊 这个测评肯定下一代测评 不是现在网络游戏 这就是大部分的网络测评 它可能就有对话能力 可能输出的内容实际上我们考虑就 AIGC输出内容里面 可能危害青少年东西 有可能是为了商家为了让 青少年上瘾 要对他的意图进行分析啊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一些这个网络游戏可能会导致我们就是网络游戏 其实它有正面的部分 正面部分 例如这个锻炼思维锻炼大脑 锻炼思维炼大脑的话 我们就是说正面的部分 我们教育部分 如果是一个下棋的网络游戏 那么可能是锻炼它的这个逻辑推理能力 或者说一个这个这个一个什么 填字机接种 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这个 计算的这个 游戏它可能给大家是一个数据 处理数据计算的这个 然后可能就是说是有可能是认知康复的这种网游 那么就可能就是数据加 信息的这个推联合推理能力 我们现在确实有一些这个网络游戏是给这个老年人防痴呆的 那么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的眼光投投到大一点 地方去然后呢就是说是把刚才那些问题 例如天剑啊例如这个什么的不能让他通过这个大模型 他就就形成这些东西 而我们对大模型的测评对网 实际上对网络游戏 游戏测评实际上是包裹了 兼容了对大模型的测评 在大模型测评下把网络游戏的测评给喊进去 喊进去按照刚才这个李顺这个思路 拿进来 然后呢我还发了一个材料那么就说这这个 呃行吧再往下吧 好的 呃接下来就进入到产品介绍的部分 就我们目前要做的事情 那么你这个部分我想就不用讲了 因为你现在知道要干什么产品了 好吧那么这个我告诉你产品是什么 参考一下这个中国网络 呃这个软件测评 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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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这个官方组织啊或什么一些这个包括网络测评标准啊 还有这个软件测评啊软件测评中心等等 那么是中央的他都是那个呃那个官方机构 那么就接着就是说是有这个呃 网络安全测评实际上也是包含很多是软件测评嘛 那么就软件测评服务测评等等 也有国际的这些标准 那么呃我们将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说出这个系统将完成回答刚才的一些挑战 就是说 DFWP呢他这个就是说是回答就是说是我们就说是我们把整个人工智能系统 这所谓的人工智能 呃我们就定义到这个DFWP空间中 也就是说是通过第一步把这个 数字化内容映射到这个DFWP这些五个元素上 然后这五个元五类元素上五类元素组成的图谱化 他就展示的是这个DFW 就是说是我们的人工智能 呃然后呢这个人工智能的模式 这个建模建模之后呢他进行交互交互就变成DFWP 体系之间就是画像之间的交互 例如我们是张三和李四进行通话或张三和李四 呃这个就是说这张三是个 呃患者他去看一个医生 那么他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就 刚才最下最下角的那个图就是实际上展示就是说 张三和张三已经被我们 他的数字化交互已经被我们张三已经被我们用这个DFWP进行 这个映射和建模了 他和这个医生医生也被DFWP进行 映射和建模了 那么他们之间的交互他们之间的能力 他们 通通变成DFWP 上边的这个他们之间DFWP之间的交互 同时呢这个在他上面的这些 分析也就变成他上面的这个差异分析和不确定性消极 等等问题啊就是信息传递 那么这个事情呢 我们在这个上面呢就是说是把这个 这GPT 的输出 实际上是 就是说是 AIGC的输出也映射到DFWP 这是一步映射 就流程上第一步是映射 第二步是突破化 第三呢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没有 测评还没有 全部做到的就是说是 对他们之间交互的这个测评 那么这点上我会跟那个 谭福亮同学会讲一个很巧的思路 福亮要找我一下 就是你现在在做事情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 就是说我们这些讲要做高阶的 今天跟美博士也讲 然后我往下走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说是在DFWP的这个空间内我们就是一个封闭空间 封闭空间我们 换句话叫完整空间 完整空间内的我们就说是测评能力测评它的 是 单维度 在数据上的数据 数据的这个统计分析 贝叶斯能力 那么呢在信息上我们做他的格论偏续处理的能力 那么他可能 同时他 我们就说在G上我们做这个推定能力和这个在 DFWP上我们做这个多目标价值优化能力和这个 意图上我们做这个意图驱动 整个解问题的这个导向 那么这里面实际上就我们当然会面对这个 就是说是一个新的机会就是不完整的数据 不完整的信息 不完整的知识 不完整的智慧 这些的作为输入和作为输出的我们的融合 还有呢就是说很大一个能力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在测的就是说是 你们要去看懂的话 其实我们测评里面 要害点有几个其实已经有一点点体现出来 就是说 例如这个跨越数据信息 知识的这个联合推断能力 校验能力 那么呢在这些能力上这些能力向上我们可以画出一个DNKWP 横坐标DNKWP 做动作标DNKWP 以及 在这个不完整维度下 的这样一个这个5乘5的一个就是说这个表格区域 那么在这个表格区域里面某一项我们都可以进行这个 测评 设计一个问题进行测评 这一个问题就是代表就是说是这25个问题都问到的话 在不完整这个处理下我们就是一个完整测评 那么在不一致不精确 等等以及不完整不精确不一致 等等联合的这些测评区域下 我们就是 勾造出这个整个的这个 5乘5 乘以 4的这个 这个体系 也就是说在这体系下每个区域我们都可以 发布一个问题就足 发布一个到两 到 5个问题之内 就同样的问题之内 我们就是说把他这个刷过之后呢 他的能力我们就出来了 然后呢 在这个 这个我们再进一步的这个分解出这个 就是说是 把一些这个 坏的意图啊 不好的这个 对这个认知偏重于 哪一部分这个认知锻炼 比如数据锻炼 信息锻炼 这些就是说我们正面的能力 游戏能力 我们就说对老年康复的这个认知能力康复的 或者防 阿尔兹买 函莫症的这种 游戏的能力 我们就可以测评正面测评 当然我们反面测评的话 我们就说这 对他多意图 我们就说测评这个表面上都受的是 这样的东西 实际上是让大家上瘾的 或者说实际上是要赚大家钱的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些也可以对他进行 更高维度的DKWP测评 那么这里面很必要的一个图就是我们的DKWP 这个我们其实还没有公布出来 但是呢就是说这5乘5这个 可能给大家描述 这样一个区域和这样一个东西 好往下走 那么那么我想这个东西呢 你们就继续去修改 就给大家 其实大家对你的 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报告 我觉得你们短时间完成 我是非常赞的 非常非常棒 但是我们就我们是要拿 我们是要拿这个金奖的 往下走 接下来就进入到了竞品分析的部分 好竞品分析我们就往下走吧 这个就先不用讲了 因为我给大家重新洗了一下牌嘛 再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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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这个事情我要讲讲邮箱测调了 营销测调 我原先看到你们还有什么广告之类的 通通去掉 我们这是传统的 是不是 我们这个是按照软件测评中心的 他的业务进行这个 设置吗 你可以参考一下国内国际 各个软件测评中心 那么就是说 他基本上是这样 一种模式 我们呢 第一是我们现在是初创嘛 初创我们就说是这个 你给他大展一点写 你就可以写到 年内上市这种 这种 这种规模了 基本上就是 一个模式 第一呢 我们是加盟模式嘛 我们方法 和这个技术 我们就给给他加盟 第二是我们还有一个大的战略 是做这个标准化 DKLP 测评的这个大模型测评 白河测评的标准化 和国际联盟等等 制定标准之后 整个产业就全都是 纳入这个里面了 我们就跟5G华为和 这个 这个三星等等 他是 他是标准支撑 他是话语前支撑和这个 就是说是定规则支撑 那么这个标准出来 我们就 就知道那个 是这样一个大战略 那么这个是 大战略支撑下 我们可以 当然说这个战略 如果是要 稍微长期化 我们就是说是 早期我们要去 去这个 就是说是我们 第一 这个 我们就是说是我们 做这个系统之后呢 以这个 现代的软件服务 也就是网络游戏方式 你可以这个服务 就是说 web service 方式进行发布嘛 然后让大家 对接上来 就是我们也是一个 API 然后呢 就是说是 这样一种方式 然后呢 这个这个 里面就涉及一个定价 定价呢 可以是单次使用定价 算力定价 就是消耗了我们算力定价 对不对 单次使用定价 还有呢 就是说是这个 可以是按照这个 解决 特定任务定价 和这个按月 定价 还有呢 就是说 VIP用户定价 这 这些 这些模式都可以啊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我们可以给他提供这个 对儿童的特定保护嘛 对这个成年的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说特定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确实有点类似 广告就是说是 我们评测之后对某些 我们可以做一个能力组合嘛 就是说这 有些 阿尔茨海默他需要是 多种这个这个这个 现有的这种游戏能力的 这什么东西 那我们可以给他联盟 有能力评价 不像过去一样 我们就是说是 觉得这个好 那个也好 但这个里面 内容里面跟那个里面有重复 和这个冗余 或者说这个里面有些好的 这个冗余 又有些差的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 给他做这个 能力评测之后 把它也把它的能力 也变成白盒了嘛 DKWP白盒了 那么就当我们需要 数据能力提升 数据能力锻炼 或者是信息能力锻炼 或者知识能力锻炼 或者说DKWP 能力锻炼 等等 都可以 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个东西 有点 大的话 我建议你 再把题目缩小一点 变成教育类游戏 或者康复类游戏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就可以 让他更具体一点 好 我想就是这些不需要